Nio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場比賽的狀況 藍方是這個希托 法國高手希托 那上次跟丹尼爾講錯了 跟丹尼爾是不一樣 希托是法國最強的玩家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位 紅色 紅色是Hater Hater是知名的世界冠軍viper的隊友 那Hater他雖然之前大賽沒有很常出現 但我覺得他應該之後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常常在這種職業賽事裡面出現 會是團戰的部分 那Hater他的實力我也覺得非常的厲害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 他常常有一些比賽沒有出現過 所以我之前有一些頻道會說 他有可能是之後的Guel的明日之星 那有點以前的影片 那他最近打得也不錯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目前波爛的驚慌在前方 會比較尷尬一點 那果子在後方 應該算是前期會比較好歸一點 那後期這個驚慌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被封住 而且這裡還有個高地 那對於防守來說 Hater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他的墓區也比較麻煩 這塊樹其實雖然很大片 但也是同時比較容易被騷擾 前方基本上沒有墓區 後面墓區也只有一塊而已 那看一下西托這邊 西托的部分看起來也是差不多 但西托有一個比較好的點 是這塊墓區是在正前方 所以地圓只能從右邊跟左邊過來 所以防守上來說會比這個Hater好一點 那墓區部分 其實跟西托也是差不多一樣爛 但他驚慌在後方還算可以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兩邊的一個文明的優勢跟劣勢吧 那印度斯坦的話算是全面性的文明 他可以打步兵也可以打這個 弓兵 弓兵應該還好 馬弓可以 可以打這個火槍 或是打帝王若瑟 基本上對方打什麼 他都可以有效的去克自己對手 算是零缺點的一個文明 但他最大的缺點應該是沒有黃金這件事情 因為他的冰種是非常需要吃大量黃金的 有點像是土耳其的一個翻版 但土耳其比較慘是沒有垃圾兵可以用 但印度斯坦還是可以有垃圾兵可以用 雖然不是這麼的強勢 但印度斯坦整體來說還是沒有太大弱點 而且他的村民非常便宜 上城堡時代或是黑暗時代 省下的人肉都可以去做一些轉變 像可以踢倒上封建時代或是黑棒棒踢倒出門 都可以 所以印度斯坦來說問題真的不大 問題真的是沒黃金而已 好我們來講一下波蘭 波蘭的話他最特別的是他的大莊園 這個東西 取代一般的模仿 那這個在大莊園旁邊附近撒田 可以立即收成10%的農田的肉量 所以波蘭應該是世紀帝國裡面 踩肉最快的文明 比起斯拉夫還要慢慢踩掉10%的速度 他立即給你10% 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加成 那再來就是西西里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高棉 之類的文明 踩肉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波蘭的話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所以我對波蘭這個文明 算是稍微有點了解 波蘭的話最主要可以打肉麻 跟這個便宜騎士 還有這個寶兵 戰錘兵 還有打強弩也不是問題 因為他強弩也有拇指環 缺點是沒有三級反 但沒有問題 因為弓兵本來就不是防禦是重點 攻擊力有全滿就OK 但他如果要打團戰外加的弓兵的話 可能會有點吃力一點 畢竟他比較專屬的東西是殘弱 所以他前期雖然殘弱快 但是木頭部分跟殘弓兵的數量 可能會遠遠抵不過對手 然後這個殘量可能會有點困難一點 波蘭還有一個特色 是他的村民會自動回血 所以就算受傷了 這個血量會慢慢回到滿血 你看這邊拉住的血量 也慢慢都補滿了 所以波蘭打一個塔攻的話 也算是有優勢的 而且他採集石頭的時候 還會增加黃金 在上次改版的時候 這個黃金產量變少了 採石頭的採黃金的數量會變少 但也不會說非常影響太多 這個優勢還是有的 好 印度士台這邊果然是打棒棒開局 畢竟一開始有這個村民減免的費用 這些減免的費用拿來出棒棒剛好 剛好可以騷擾一下對手 這邊棒棒靠了一下對手 這邊波蘭的血量稍微掉了一下 但是已經點下了織布技術 所以防禦還是滿硬的 好 那這邊是選擇雙法牧場開局 好 那這邊會靠一下嗎 還是要蓋一下房子 好 也決定也不防 目前波蘭的想法應該算是滿單純的 直接蓋均勻 待會要來下伐木場 好 下這個射箭場 雙伐木的話 下射箭場也比較沒什麼問題 待會還要再補下金礦 才可以出小弓 那印度士台這邊 投資兩棒棒的關係 所以城堡時代 應該是有可能想要打直城 這個批數滿像直城的 黑跳城雙棒棒騷擾 的一個戰術 但是只有24P就上 所以應該也不是黑跳城 這個絕對跳不上去 好 那第一時間直接下了馬舊 而不是下了這個金礦的射箭場 好 那看來波蘭是要努力的 把自己的肉量優勢打出來 第一時間補下了這個一級伐木 那這個一級田還沒有點 好 剛搶完就點了 我想說他應該還是要點了 波蘭的話 先點這個一級獸根技術的話 這個10%的立即回饋的效果會更好 而且還可以省下了一些木頭 所以有一些波蘭玩家 會優先點一級農 而不是一級木 如果他那時候要撒田的話 就會先下這個一級農 然後再下一級木 你為什麼撒田撒來著大哥 好吧 他田撒在這裡也沒辦法 好 那如果他撒在TC這個附近位置的話 就沒辦法拿到立即10%的回饋 所以就沒辦法拿到25肉 如果他撒在這個地方的話 撒兩片就可以立即拿到50肉 這個差別還是有點大的 好 那這邊肉馬一直在按 出了兩隻肉馬 加上原本一隻 但是沒有去追逐這邊棒棒跟刺猴的位置 好 直接前壓 但是這邊印度斯坦 家裡已經圍好了 密不透風 該圍的都有圍了 好 這裡還補下房子 去補足這個洞 好 你看這邊就是印度斯坦的優勢 正面大量墓區 防守來說相當輕鬆 好 這邊刺猴出到4隻 這邊出4隻之後 就要再考慮要把它繼續出了 這邊是決定要低調 然後開始來撒田 加在大魔防的旁邊 那如果撒到8片田的話 就可以拿到 200肉耶 哇 這樣8片全部撒掉 立即拿到200肉 很棒耶 怎麼想都覺得很賺 好 但是這邊印度斯坦轉出了一些長槍兵 那如果繼續出肉馬的話有點難擋 出個射箭場還是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毛兵的話還是可以有效克制對手的一個長槍兵 後來這邊決定還是沒有要繼續攻擊 這邊還是要找個地方打 這邊有東西在做防守 這個村民 好 長槍兵在這邊看到對手的一個位置 這邊過來應該是不會開打 好 五隻刺猴了 開始有點威懾力了 好 但是印度斯坦這邊村民按著有點多 所以現在經濟來說其實是吸托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上來打棒棒打個一波 但是其實自己寫摳的比較多 第一時間沒有做反擊跟攻擊包夾的位置 所以長槍兵過來還是要把這個刺手給拉走 那目前波蘭只要看好這一隊 步兵的路線就可以了 好 但是這邊有出了一些工兵 直接出門了 好 攻兵加步兵 那波蘭這邊慢慢轉出一些挖金晃村民 要來準備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那順便傳一些小工出來 那待會波蘭還是要下這個兵工場 好 去點一擊射 好 那兵工場待會會下哪裡呢 好 上面這個地方還沒有下 好 看到毛兵出來 吸托這邊 攻兵可能要斟酌一點暗 好 這邊想要來抓這個毛兵 但是刺頭在附近 欸 這邊回頭可能會戳到 兩邊都想要攻兵對手的一個克制單位回頭 好 那兩邊都是頂尖選手的關係 並沒有這麼容易被釣到 好 印度斯坦這裡一擊射也沒有點 這邊結果是點了五隻工兵之後 就沒繼續點了 所以要一隻工兵之後回頭打一下 這邊第一時間要去打對方的一個長槍兵 長槍兵被射掉了一隻 但是肉馬還沒有馬上補掉 OK 解決掉了長槍兵之後 這邊肉馬有點在發呆 原來這邊是站崗位置的關係 沒有第一時間輸出 但是現在這邊看起來是吸托 這邊是大敗 單位全部被吃掉 那黑頭這邊使用少量的肉馬 解決掉了主要的部隊 好 那拿到一個軍事上的優勢 吸托這邊可能要稍微把自己的家裡圍死了 因為這邊已經可以點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破爛也沒有點一擊射 打的比較算是 穩健一點 並沒有去點一擊射 還是要趕快上高速上城堡時代 他可能有意識到對方的兵這麼少 應該就是沒有再出兵了 已經點城堡了 所以就沒有繼續投資自己的一擊射了 如果是我的話我一定會去點一擊射 然後就拖緩這個上城堡時代的時間 這個就是高手思維 看他們打久了就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還有同時可以知道高手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那城堡時代點一下 這邊是差距大概30秒左右的時間 那看起來HAT這波強攻可以稍微騷擾到一點東西 這邊變成吸托要被迫 蓋下這麼多房子來防守 那下面待會這邊可能也是 那這邊村民一來一往 就可以稍微騷擾到這邊的一個 才自願的時間 這邊工兵出來有一擊射 稍微射捨了一隻馬 一擊絕晶點下 那一擊防野點了 那HAT這邊是要走工兵路線嗎 看起來像是喔 反正要走戰毛兵路線或是奴兵路線都有可能 看起來是走奴兵路線喔 這邊是雙射箭場在產工兵了 好那這邊HAT可能要稍微存一下資源喔 因為待會以上層要蓋TC還有點二級木 還有奴兵升級還有二級射 這個資源量消會很大 這邊直接出門 直接點下奴兵升級 加上一隻駱駝 可以再做生產奴兵二級射也點下 那第一時間看到對手的一個工兵出來 毛兵稍微做一下操作 這邊工兵可能會先硬打 不能讓對方先升級 這邊先射到幾隻有點賺 升級之後馬上補下二級射奴兵 二級伐木不夠點 圓弱不夠多 待會要再等一下 這一波繼續再強要往前 但是被射死一隻長槍兵 連弱馬都被射死 尷尬 好但是這一波工兵出來也快要升級好了 反正是波蘭這一波的攻擊 算是比較有優勢的 因為這邊剛剛被燒好的關係 所以只剩下三隻奴兵很快就可以解掉 好那這邊還蓋下了城鎮中心 稍微也可以防守這一塊大莊園的防守 好那這邊補下了大莊園 所以剛剛一開始在這邊蓋的農田 也可以吃到這個紅利 好這邊直接入侵進來 工兵雖然不夠得多 可能要造一台奴砲 果然奴砲或是後子車 但奴砲的話比較能有效的 精準打擊對手的一個工兵位置 好這邊你看到瞬間點到對方的一個工兵路線 射掉 好工兵雖然很多 黃金不到九個 那待會黃金可以再稍微考慮補一下 因為黑特這邊是走一個 不是雙射箭場一直在升場工兵的路線 所以黃金上還是可能會夠用 那多餘的村民喔 就去補下去挖伐木頭 然後去蓋下3TC出來 或是BK喔 強制進攻路線 那西脫蓋這個TC位置比較尷尬一點喔 因為這邊頭車是可以砸到這個TC位置 那黑特應該是有看到 對方的TC位置是不太好的 這邊小秀操作 那兩邊都有做操作 那看起來是黑特這邊拿下一點小小優勢 好這邊奴砲出來 稍微阻止一下對手的進攻 洛索開始砍 好這邊直接讓對手收吞 好這邊射一下 唉唷瞬間拿走 這邊控的非常及死 好這邊看到對手已經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下的是房子 會對打一下 但是沒有關係喔 這個破爛的村民會回血 哇血量慢慢增加 好 好印度斯坦這邊補下這個 這個城鎮料望 增加一下自己的視野 但是這邊3TC 並沒有時間 並沒有這麼快直接開出來 突然這邊第三個TC開在外面喔 偏外面一點 那但是印度斯坦早就已經有3TC了 好我們的速度非常快 那城堡時代他的折價率好像是折了15%吧 所以這邊村民喔 好像一隻只要35肉 很省 好二級伐木終於點了 但是自己還沒點下二級農喔 破爛這邊TC開的真的蠻晚的 好那這邊開始挖石頭 黃金就會開始慢慢往上跳 這就是破爛的一個超能力 挖石頭還可以產黃金 好那總體而言 印度斯坦的防守還算是不錯的喔 雖然這個有點麻煩 這個投車 可能會拆到這個TC喔 所以只要反擊的話也不好反擊 因為對方是高地 所以這個TC守不住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這邊串燒 達到非常多的傷害 好這邊蓋一個六王塔 看一下裡面的狀況 該亮望塔的話就可以有效的 去即時反應對手的一個投車過來 好這邊稍微修一下 左邊直接砸個一發 唉唷直接砸掉 剛好殘血喔 所以這邊第一打高還是砸掉了一台投車 這邊還點下了亮望技術 兩邊亮望技術都點下 下石破爛這邊全境封鎖效果還是不錯的 印度斯坦這邊後面才產出了一些投石器做防禦 目前看起來防守還是比較命不透風的喔 下面也都圍好了 防守來說是相當OK的 但是裡面的資源並不多 之後還是要出去的 後面的資源只剩下這塊木區了 所以這邊印度斯坦 這邊弄一弄還是終究要出去的 這邊直接滴掉房子 後面這邊過來防守 這邊互犯一下 黑特這邊直接抓到了對方的一位置 換掉了一台投車很賺 左邊弓兵還在做騷擾 這弓兵真的很煩喔 差點又換掉一台投車 看來TC終究要爆了 後面還是有存在說理 這邊要來包夾所有的工程器了嗎 哇 弱馬直接被換掉 投車砸一波 砸沒砸到 左邊再砸一下 可以收掉沒問題 黑特的投車操控比較好一點 但這邊卡彈 這邊沒有投 要投了嗎 投一發沒有預判到位置 直接換掉 西托這邊打得不錯 左邊那個奴炮去追逐 但是這邊已經拉開了 第一波時間 奴炮過來防守 稍微逼退了一下工兵 投車部分還是有在繼續造 現在西托最後的希望就是投石車了 這邊二級農點像 以及挖石也點了 直接蓋在這個高地堡 好 好 投車能砸到嗎 看起來有點偏困難 砸一下 哇 很水 這邊再砸一發 哇 先砸投車很專業 哇 這邊一換二 投車砸爛爛了 西托這邊投車秀得非常好 好 左邊這邊奴炮也換掉了一些工兵 工兵也把奴炮給換掉 看起來Hater這一波進攻稍微有點辣差了 哇 這邊差點砸到 很可惜 好 這邊要稍微進入城堡射程 這個村民是在幹嘛 拳頭開扁 這邊再砸一下沒砸到 這邊秀 011先一發 換掉一台 賺 另一台殘血了 這邊再修一波 哇 西托頭車 換得非常漂亮 這邊波蘭 Hater突然有點換不贏了 剛剛都是Hater的戰局上波 好 上風 那伊丘斯坦這邊開始有把自己的節奏給打了回來 好 那這個時間點點一下這個步兵鎧甲的升級 來出古拉姆 古拉姆打工兵有外傷害 而且遠方非常的高 跟這個哥德威隊差不多高 那我是要點擊瑞姿的話 那一開始遠方就有1了 就有4了 就有3了 等一下的防御就是4 那這邊4防 再點一下1防的話5防 5防的話工兵現在是7攻 所以射一下就只有2滴血了 古拉姆打一下工兵大概是10滴血左右 12-15滴那邊吧 所以大概3下左右就可以戳11隻工兵 所以古拉姆對抗工兵的方式也是有一套的 第一血在戳農田 尷尬 這邊城堡射的到還是很痛 城堡傷害是13攻阿 所以被射到一下還是會突破血流 好那左邊攻擊不成有城堡 開始換右邊開始進攻 古拉姆開始到處跑 家裡開始要做防守了 好那這個時間點 波蘭應該不能再繼續出這個頭死車了 跟攻兵喔 可能會古拉姆全吃 自己要等出一些近戰單位的防守 這邊展出的是戰錘兵喔 戰錘兵非常的好用 這個沒打一下 敵人的防禦都會破一防 頭車打一下沒砸到 攻兵過來射 OK大量攻兵還是可以解掉古拉姆的一個單位 欸這個打自己 內鬼頭車 這個內鬼仔 愛恨 打個一發 預判位置完美 OK 波蘭這邊還是有在操作 OK戰錘兵 考古拉姆效果很好 直接把對方的防敲成0 還可以敲成負的 3-3 防禦歸零 波蘭的一個戰錘兵加戰錘兵 這個搭配效果也是不錯的 哇這邊頭車直接砸到 我們稍微回去看一下 好這邊頭車過來 一發 砸掉 這邊有秀操作 但是最終還是被砸到 這邊古拉姆直接無雙開戳 直接戳死了非常多的單位 這個串燒效果非常好 你看直接串燒過去 直接串燒兩隻單位 一隻打五隻沒問題 這就是古拉姆的串燒效果 非常強 利用時代1點下 還點下貴族特權 看來他轉出一些騎士 那貴族特權點下之後 一隻騎士的造價只要30黃金 從75黃金變成30黃金 折扣率大概6折 非常省 4折騎兵 欸好像不只欸 4折嗎 4折騎兵吧 但是肉量不變了 省下來就只有黃金而已 好那這邊 印度斯坦轉出一些駱駝 駱駝的話可以有效 克制敵方的騎兵單位 但是如果沒有趕快升級到 帝王池袋升級為重裝駱駝的話 還是可能會被壓制的 OK那第一時間 就看到對方已經上到了帝王池袋 這邊可能會先優先打一波 換掉一些單位 這邊戰錘兵打駱駝效果還不錯 這邊戰錘兵的防御率是3喔 這邊駱駝的傷害其實不高 只有6而已 所以打一下戰錘兵就有3D 哇野貓很硬 戰錘兵抗駱駝效果非常好 但駱駝本身防御就很低喔 所以這個破防效果感覺有跟沒有一樣 這邊直接被吸引到城堡射程範圍內 這裡可能要拉掉一波 那還好對方沒有彈道學 應該還是可以安心的走出去 好家裡有一些駱駝殺了一些村民 這邊黑頭村民被殺的有點多 有點落後的村民術 那村民術目前是27村打上123村 其實經濟上沒有太大的區別 但是肉量的部分 忽然還是有一定的優勢在的 基本上大中遠都有在旁邊撒田 所以這個肉量獲取量是非常快的 這邊造了幾隻草花兵 稍微過來防守 但是並沒有辦法直接戳掉所有的單位 這邊再度吃掉對手的一個單位 後面這邊村民 又要再被砍個一波 好長長兵過來再解一下 拖掉一隻駱駝 要先打殘血了 好第二隻殘血 再拖一下 一隻剩兩滴血 架林應該是可以解掉了 好那這邊黑頭開始轉出大量的一個戰錘兵 雖然點下來貴族特權 但是並沒有下大量的騎士 看到對方駱駝這麼多 反而第一時間是補這個戰錘 戰錘兵連這個板甲技術也點下了 反擊防點下之後 遠防就有高達7喔 S7嗎 好6 欸我怎麼記得會7啊 是因為要點精銳嗎 他精銳好像都會在生一個遠防的樣子 應該是吧 我有點忘記戰錘兵的數值喔 最近太少玩他了 OK這邊直接巨頭開拆 高地拆高地喔 所以這個效果兵沒有特別好 這邊駱駝想要用個B陣去 直接硬拆對方駱駝子機 第一波時間上來 這邊駱駝子機沒有馬上被打 反而是先攻擊對方的戰錘兵 但戰錘兵抗近戰傷害非常好 所以反甲技術也好了 駱駝這邊沒辦法拿到一個吃槍的位置 雖然騎士死了大量 自己駱駝也死的差不多 但駱駝子機依舊沒有一台損失 這邊駱駝也被暴打一波直接回家 那有人會說 欸那如果被戰錘兵打到沒有防護力怎麼辦呢 像這個駱駝已經變零防了 那怎麼辦 好你那句很簡單喔 就是直接用生女喔 去補血 或是你點下這個草藥治療 進入城堡回血 只要回血回滿了 那這個裝甲就會跟著回滿 但是駱駝應該這個問題不大 因為駱駝本身就沒什麼防禦力了 OK 好那這邊場上兵怪再湊一下 這個城堡拆的有點久 兩台巨頭依舊慢慢拆 但是印度山的石頭存量很高 一千多百一千四百多的石頭 可以讓他繼續慢慢拆 但這邊駱駝直接找到一個樹洞 裝了進去 家裡後面又直接BBQ 黑頭這邊又大難零頭 村民就開始銳減 這邊收村也是被砍了非常多的村民 而且這邊重裝駱駝已經升級好 家裡直接沒有單位防守 全部幫單位都在正中間這個位置 但這邊中間直接上去直接串燒一波 而且這邊城堡直接一直在射 這邊戰錘兵決定要往前送了一波 騎士在深層重裝騎士的升級 黑頭數量已經銳減到了剩下120村 正面戰錘兵繼續在輸出 家裡的狀況依舊還在BBQ 這邊是想用正面的一個襲擊方式 讓他把這個城堡弄掉 那這邊就同時在送兵 想要把一些兵送到家裡去做防守 但家裡這邊已經解的差不多 戰錘兵由我來過來 還有一些藏上兵 一些斗力喔 過來防守 但是印度慈藍這邊已經轉出了一些火槍兵 火槍兵打戰錘兵的效果很好 射一下很高的傷害 這個沒空喔 火槍兵沒空喔 火槍兵打戰錘兵直接爆血 印度慈藍再點一下金冠的話 就可以增加火槍兵的射程 但是這邊有這些洞裝騎士喔 直接開砍 哇 砍騎士 砍這個火槍兵很痛 兩刀11隻火槍 好 家裡的內患解掉 這邊上面直接大局攻入 左邊那個城堡直接被拆掉 戰錘兵再走進來 但是這邊工兵火槍兵的數量還不是很多 而且騎士砍兩刀可以使一隻火槍 火槍兵可能還是要控好 這邊駱駝直接上去砍個一波 火槍兵再繼續做甩尾 甩槍的動作 喔 不是甩尾 這邊第一時間先把騎士給解掉 還有一隻騎士在亂跑 這邊要來直接拆掉TC了嗎 還是要先敲單位 好 這個戰錘兵有點猶豫不絕 但第一時間TC也被後面軍銀頭司機給拆掉了 後面火槍兵一致排開 開始再輸出 火槍兵 打破兵還是很好 但第一時間沒有辦法點一下 印度火送的科技 所以手還是有點短 這邊肉有點太多了 200多肉 印度士坦有大肉碼 可以考慮轉一些肉碼出來 但如果轉肉碼的話 這邊重裝騎士可能會有點難解 所以這邊還是選擇轉出一些駱駝 火槍面數量一直在慢慢往上升 火槍的話打這個騎士也是有不錯的傷害 但是也是蠻害怕騎士單位之上來硬騎 這邊火槍直接集火射死了非常多的單位 這邊要趕快來騎一波了嗎 重裝騎士要三刀才能砍死 防禦開始升了上去 OK 三刀很高 三刀四刀的樣子 哇這邊火槍被吃掉非常多的數量 正面沒有其他肉碼單位 或者是洛索在扛正面 所以只能後面慢慢慢慢死來尾 射掉一點一點的單位 好單單腿兵用過來扛了一下傷害 這一波的進攻看起來 印度士坦有點受傷 左邊右騎士騎得上來 正面終於守住 但是自己的經濟也快到了極限 沒有太多黃金可以再繼續出黃金兵 反倒是黑頭這邊金礦還是蠻多的 而且這邊便宜的騎士只要三十斤 鑽錘也不用到三十多黃金 也是三十斤左右就可以出了一個單位 黃金非常省 這邊大量單位直接咽而過來 再繼續做輸出 駱駝也沒辦法升到地獄駱駝 攻擊力也沒升完 駱駝傷害還是打得有點極限 火槍兵數量吃不到剩九隻八隻 沒有黃金可以繼續點火槍兵了 城堡也要掉了 城堡掉了是不是要守不住 火槍兵居然擋不住 西拖這邊打算繼續 哇 波蘭的一個重裝騎士 加上戰錘兵的combo 打得非常好 對不對 這個戰錘兵到處在尻 然後重裝騎士集中很好 後面砍了大量村民 那他一定要出駱駝去擠 出駱駝的話又沒更多黃金 去生產火槍兵 那正面又有巨型頭時機一直慢慢往前拆 然後中間又再補下更多的戰錘兵 帶中間做一個攻勁動作 HAT這個波蘭戰術我覺得很值得參考 雖然沒有攻勁在後面輸出 但是全近戰單位對手壓力真的是蠻大的 畢竟你出火槍兵 遠程單位還需要控一下 要一直往後甩槍 才不會讓這些單位犧牲掉 就這樣手術太明顯不太夠 那這邊奪線操作的結果 看起來是HAT這個戰術略勝一籌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應該是肉量波蘭第一 不用說肉量全部都贏 但HAT這邊這一把沒有很濃 他農田數其實沒有到很多 三級農也是快要結束才點下 七十一片田 是後面才點下的 所以這邊肉量並沒有非常明顯的贏太多 才稍微贏了三千而已 那黃金樹的話 一戒也是到後期才減 所以沒有採太多 那看起來波蘭這一波的攻勢 是戰術性的選擇 比較有一個明顯的成果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